Hello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有房时评的飞云 今天带大家看一套既可以做出租房 又适合第一次购房的小家庭 适合做投资 主要是因为它在i10的边上 地底位置特别好 第二个就是它的房价在30万以内 29万 如果是自住的话 虽然这个房子是在Brosho这个城市 但是它的学区是属于K体学区 也就是说小学是高B 中学高中都是A的学区 这套房子对于我们华人来讲 如果预算在30万以内的话 就超级划算 学区也好 去到亚洲城开车只要14分钟 去到中国城30分钟 这是能接受的 如果一个礼拜去一次 或者两个礼拜去一次的话 所以华人住这里的福利还是比较多的 靠在高速边上的房子 交通是非常方便 但是话讲回来 它确实有点吵 比如说我现在站这里 就听到呜呜呜的声音 有的时候就是不能两全其美 那不管怎么说 我们进去看一下这套房 这是一套小平城 三房两位 建筑面积1764尺 占地面积是6000尺 还算一个很好的尺寸 房子的品质 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房子也是一个次心房 2021年的房子 也就是说去年建的 我们现在叫前年了 地税是3.3 国业管理费是425亿年 所以这个地税是超级低 它整个一进门 那这里还是非常宽的 因为看到很多的这种走廊 建的非常的窄 那这个小户型来讲的话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一进门 在左手边就是第一个房间 它的房间的尺寸 也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是第一个房间 这是它的卫生间 这是第二个卫室 第二个卫室呢 就去卫生间稍微远一点 但是这一套 这一间房的阳光是特别好的 也是最好的 整个房间里面的 因为今天是大太阳 整理这个房子 它不算太亮 第一因为它的房顶不够高 第二朝向也是一个问题 好那在我们的右手边是个洗衣房 这个灯有点坏了 首先把它关掉 顺便吐槽一下 它的开关呢 躲在这个里面 我找了半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在这个里面 它不是放在那个外面 有的时候设计师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继续往里面走 那这是客厅 客厅呢 它用的是地毯 老实说它不是特别的理想地毯 但是因为它的价比较低嘛 它总是要在某些方面 要节省这个成本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这是它的厨房 厨房还可以 起码它没有用那种最便宜的 它用的是化纲盐还可以 但是它有一个就是炉头啊 它用的是电 可能不太 对我们华人来讲的话 很多人不太习惯用电 当然很多人如果是住习惯了 公寓的话 因为公寓只会用电 那也能接受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这就是餐厅的 餐厅的尺寸还可以的 而且它还做了一个垃圾窗啊 还是还是不错的 继续看一下它的主卧 主卧的尺寸也还行 起码它还放了两个沙发 但的确如果是这样放的话 它的电视就只能挂在上面了 如果是要放电视 放在主卧里面的话 我们来到它的卫生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台盆的 那这就是清明价的时候 有的时候它在材料上 它也会节省一点 这样的话就能够达到 消费者需要的这个价格 那或者是说它的 马桶间它就没有做门 第一因为空间 但这个来讲的话 它还不是因为空间 就是因为一上门也是要钱的 都是都是成本 它做了一个大的淋浴房 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 这个淋浴房很大 它没有浴缸了 紧接着里面就是它的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在1700多尺里面 还是非常好的 只是说它做的这个架子 有点太少了 它应该做两层的架子的话 会更好 去看一下它的后院 那我现在呢 就这套房子 因为它后面就是个路 路对面的是一个仓库 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仓库啊 当然我们可以选在这个社区里面的房子 不一定是这一套房子 好的 如果您对这个地段的房子感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 喜欢的话请联系我哦